基隆市長謝國良和新北市副市長劉荷蘭 互相製政禮物 展現兩市之間合作無間的友誼 基隆和新北兩市特立在基隆市政府 召開環保業務交流會議 由基隆市長謝國良和新北市副市長劉荷蘭 分別率領雙方環保局長以及相關人員参加 藉由實務經驗的分享互相觀摩學習 特別是在電動機車和未來電動公車的問題上 謝國良強調未來兩年將把全市一百多輛施工車 更新為全新低底盤的電動公車 也將在四年五萬台電動機車全數更換後 打造基隆成為全台電動機車普及率最高 和減碳量最大的縣市 在競選的時候就已經提出目的是要節能減碳 好多人一開始都說做不到 但其實我們做到了 好多人都說我們做到了以後會拖垮財政 但事實上是上任到現在一年七個月 一年八個月還債超過了十億 是基隆市政府財政二十年來最好的一刻 所以大家說不可能的我們一一都做到了 如果有人說那私人運聚要電動化 那我們的大眾運聚公車要不要也要電動化 我們也跟大家宣布並且承諾 在未來的兩年也就是二五年跟二六年 我們會把基隆市一百二十幾台的大型公車 全部更換成電動全新跟低底盤的大眾運聚 所以我們的環保政策在我們的私人運聚跟在我們的大眾運聚 全部都是來並行 我們並且也希望我們在我們的四年五萬台電動機車的更換達成後 我們可以成為全台電動機車普及率最高 以及減碳量最大的一個縣市 那當然在這個方面我們會繼續的跟新北 這位基隆的老大哥 來繼續請教 繼續學習 讓我們的環保政策能夠做得更好 劉荷蘭也稱讚謝國良在防治空氣污染方面 是一位非常有創意的市長 空屋 那剛剛這個國良市長特別提到空屋的整治 因為每個縣市有特別的特性 那剛剛特別提到國良市長的創意非常的多 他用電動機車的方式來控制我們的這個所謂的空屋的概念 那新北市也會用這樣的角度來推出 譬如我們的五美城市如何把工業鍋爐做一個轉型 我想這些就是互相學習最好的一個方法 城市裡面難免會有競爭 可是合作學習是最重要的 所以今天跟我們環保局的夥伴 那特別來跟基隆市政府的環保局交流 特別來學習 特別來情意 那當然還是再次強調 國良市長是一個非常非常非常棒的市長 他不僅在市政的推動非常的盡心以外 他的創意是一直我們在市政可以成長非常好的學習的典範 基隆和新北未來也將在海岸線污染整治 警灘 記查環境教育等等各鄉環保工作業務上 將更加緊密攜手合作 記者 俊松 基隆報導 記者 穆tre環境教育 可以參加est